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非诚勿扰》这部电影里头 我觉得真的改变了还蛮多的 原来导演冯小刚觉得 葛优跟舒奇其实不太搭配 那么他们在电影中还能擦出火花吗 当然肯定是有火花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很不搭调 但是在电影放完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葛优和舒奇是非常有趣的一对 我相信观众会有兴趣去看他们两人谈恋爱 《非诚勿扰》将会在内地新年档期上映 冯岛更扬言 全国票房可冲破两亿大关 那祝你心想事成